中國截廉發生重大危機 分析指或爆發起義 宋國成 北約峰會批評中共是俄乌戰爭的元兇 黃棍圖想在美國生活 就不要為中共做宣傳 720反迫害 美國首都法輪功集會遊行 《乾淨世界》和YouTube的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2024年7月10日 歡迎收看《越南新聞》我是李東梅 中共三中全會前 爆發了一宗又一宗危機事件 最新的油灌車運用事件 更加掀起全民的怒火 學者認為 中共目前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 三中全會之後 會加速滑入深淵 最近油灌車運裝化工油和食用油的事件被曝光 接著網民發現 這個問題居然在2005年就存在 還有人透露 自己家就是做工業油的 天天都和油灌車打交道 他說80%的油灌車都運裝 而且很早很早就開始這樣做了 中國人感嘆 活著真是不容易 這個國家還有什麼是安全的 是值得信賴的 加拿大工納學院中醫教授 Jonathan Liu 對希望之聲表示 化工油是用於工業的需求 不是人吃的東西 如果你混在食物裡 對人體是有害的 雖然一次兩次數量不多 但你長期累積 會造成對人體的損傷 而且這個損傷最嚴重的是 你意識不到 它是慢慢累積 造成蓄積性中毒 因為這些工業用油 都含有些重金屬、硫化物、碳氫化合物 長期下去會導致肝臟的損傷 另外 好像一些金屬或一些化學物質 它會沉積到人的脊水裡 脊水是人體造血的組織器官 有些會造成貧血 長期下去肝也會有發癌變 譬如發毛的花生都會導致肝癌 那麼長期這種化工產品 會不會影響消化系統 導致一些腫瘤呢? 詩詩評論員唐靖遠表示 問題背後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體制內的人都有特工 所以他們根本就不在乎 普通百姓的死活 他們是他們 你們是你們 這個紅溝從中共誕生那天開始 就一直都存在 從來都沒有消失過 為什麼和以前有毒食品 曝光不同 今次連黨媒、央視和胡編都出聲呢? 是因為他們突然發現 自己原來並不在特工的名單裡 自己因為含照量太低 也被人餵了多年的毒食品 唐靖遠說 中共是有劇毒的東西 而且毒素的種類更多 無論你是誰 只要你相信它 都有一款適合你 加拿大華裔作家勝說 中共的暴力政權 從建立政權的那一天 它就已經顯示出政權的性質 它完全不會尊重生命 因為中共自己所發動的 無數次的政治鬥爭 直接針對的是那些敢於反抗 不信從它的人 它的目標就是殺人 應該說這些領域 是中共根本就不在乎的 它根本就從來都沒有把中國人的生命 當一回事 在中共黨魁習近平拒絕慰問被洪水圍困的災民 引起全民嘲諷之後 油灌車、雲狀引發的食物安全問題 又令中國全民憤怒 與這兩件事對比 上週發生的中金公司員工 鄭文露走上絕路的一件事 影響的範圍就小很多 但在社會上引起的反響就不尋常 自媒體羅Sir即華發文 揭開鄭文露悲劇背後的警示意義 文章說 國內房地產開始步入下行的週期 從日本等國的經驗來看 今日我們的房價下跌 可能只是一個開始 而不是結束 身為金融業翹楚的中金員工 竟然在高位的時候買樓 最大的原因是資訊來源單一 如果說一位金融業的中產階級精英 都會因為對大的趨勢判斷錯誤 而付出慘痛代價 那對國內其他人來說 資訊減房的情況只會更為嚴重 中國人越來越意識到 被中共輿論審查 困在信息減房的危害 雷澳華人作家袁紅冰 7月9日接受《大紀元》採訪 提到三中全會和中國的現象的時候 他說 目前中國有天災有人禍 而這種人禍又和以前不同 中共官員現在都躺平 出工不出力 既騙老百姓又騙習近平 袁紅冰說 目前經濟嚴重下滑 地方財政貧臨破產 民生貂壁 連公務員的工資都得不到保障 當局無法通過開一個三中全會 說一些假大空的話來樹立政治權威 而且官員普遍躺平 是習近平面臨的一個重大的危機 如果進一步發展 爆發全民反抗或起義 將是極大概率的事 北約領導人7月9日 在華盛頓舉行為期一週的會議 已經以俄烏問題和歐洲軍費開支為主導 華爾街日報報道 北約外交官表示 北約計劃在峰會公佈中 批評中方支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行為 制定對華戰略 也是峰會的主要議題 彭博社的消息說 中共正在為俄羅斯製造和測試 致命性攻擊無人機 這種無人機以伊朗的無人機為原型 可能屬致命武器援助 如果中共直接向俄羅斯提供武器 肯定會引發西方國家對中共更嚴厲的制裁行動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騰貝格 在峰會召開前幾天 讚寫了一篇文章強調 安全不是地區問題 而是全球問題 他還補充說 歐洲的安全影響亞洲 亞洲的安全影響歐洲 對於北約峰會舉行的意義 希望之星記者採訪了台灣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宋國誠 宋國誠說 以前是會將中共當成是一個支持俄羅斯的一種幫助 但現在可能進一步來鑑定它應該就是元兇 而不是一個共犯 因為它提供的主要武器 已經具有非常重要的重大殺傷力 譬如說它依據伊朗的無人機作為原型機 來進行改良等 這會進一步地加強俄羅斯本身的無人機作戰能力 另外中共支持俄羅斯在電子作戰領域當中的一些零部件 這也使俄羅斯本身能夠獲得俄烏戰爭的延續性戰力 所以說對於中共這個角色 這個定義已經是從過去好像是一個中間人 進一步定義為是俄羅斯戰爭的元兇主犯 宋國誠提到 北約峰會已經連續第三次邀請印太國家 日本、韓國、澳洲和新西蘭的領導人與會 這些國家都不是北約的成員國 他說三次邀請了日韓、紐澳來參加北約峰會 來做一個夥伴國家 實際上日本和菲律賓也剛剛簽署了所謂的 護衛准入協定 所以並不是毫無意義的一種戰略協助 這也體現了北約在對付中共的兩個重要的 戰爭思想轉變 第一個就是說 歐洲和亞洲本身基本上是全球戰場一體化 也就是說不存在歐洲戰爭 或者亞洲戰爭的這樣的分別 歐洲的戰爭會影響亞洲 亞洲的任何動盪也會影響歐洲的安全 歐洲的安全和亞洲的安全本身 有一種歐亞安全的相互依賴性 宋國誠認為 下一步北約國家會制裁俄羅斯 他說 有可能凍結俄羅斯海外的資產 用來轉造對於烏克蘭的支持 另外就是設定一個烏克蘭的援助基金 保證對烏克蘭的援助能持續不會中斷 另一個就是加強這些西方國家本身 他們軍工的生產能力 令他們有充足的資源 有效迅速地去對烏克蘭進行軍事上的資源增保 所以手段非常多元 選項也非常多 無論如何 北約這個所謂的外交工具箱 或者是戰略工具箱 還是遠遠比中共和俄羅斯多很多 接下來就看它如何使用這種戰略工具 有效地阻嚇 並盡快地結束這場殘酷的俄烏戰爭 英國《金融時報》近日報導 中共要求在美國生活和工作的年輕人 繼續效忠共產黨 中共要求他們參加網絡研討會 指示他們在美國的同行面前 宣傳中共形象 並向共產黨繳納黨費 研究從中共發送的政治材料 和向共產黨官員報告 美國專家表示 中共此舉有雙重用意 防止黨員叛亂 和利用他們作為中美政治戰的馬前駐 美國太平洋司令部 夏威夷聯合情報中心的 前任行動主任卡爾·舒斯特 對新唐人表示 中國的年輕人生活在美國等自由國家 並且享受自由的好處 他們對共產黨的忠誠度可能會下降 對此 中共黨魁習近平會非常擔心 舒斯特表示 中共遙控在美黨員的另一個目的是 將他們當作中共和西方政治戰爭的先鋒隊 這是中共輿論戰、心理戰和法律戰的實際應用 根據《金融時報》的報導 10名在美國學習和工作的中共黨員表示 他們已經按照中共的要求 在公開場合發表宣傳中共的言論 對此希望之聲記者7月10日 採訪了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共同主席王君圖 王君圖說 入了共產黨就好像入了個幫會 好像黑幫一樣 你現在說如果在美國 開設個派出所之類的 會遇到挫折 因為現在美國西方不准你這麼做 但是共產黨它管共產黨員是可以的 不過它這麼做我覺得也比較愚蠢 你知道有些黨員 它入黨是為了自己的謀生 是想在中國過得好一些 但是來了美國 它就不想為共產黨做事 因為在美國或者加拿大 同不同共產黨做事 和你在美國生活得好不好沒有關係 實際上並不願意為他們多做些什麼 不過他們將來如果要回中國 或者國內還有親戚 還有一些事的話 那他們可能會被迫要接受 但是美國政府在那裡查 如果共產黨這樣做 要求在美國的黨員去輔助他的目標的話 那美國當然就會對共產黨員 採取一個嚴厲的措施 黃軍濤表示 中共直接管理的中國學生學者聯儀會 是中共對美國校園私家影響的一個直接載體 學生學者聯儀會 是由中共大使館和領事館資助的 他們做學生學者聯儀會的主席之後 將來職場發展 找工作的時候都會有些優勢 我在美國大學的時間比較長 到了2006年我才離開 但是在美國大學十幾年 我知道其實這些主席 本身並不一定喜歡共產黨 他們是愛國 但是到了他們這個水平 他們也知道共產黨和中國不是一回事 我在哈佛大學 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時候 學生學者聯儀會的主席 和我的關係都是不錯的 私下都很認同我的 但是也要為共產黨做一些事 在美國抓中國間諜的時候 很多人可能會比較猶豫 還要不要為共產黨做事 反正我覺得中共做這件事 實際上得不到什麼利益 但是會被這些中國人帶來很多困惑 黃君圖提醒在美國的華人 不要再為中共做事 否則留在美國就比較難了 麻煩就是 學生學者聯儀會的主席 他們將來在美國找工作 在美國如果要發展 美國的安全部門就會留意你 你成了外國政府的代理人 他們希望留在美國 但這樣他們留在美國的難度就比較大 7月11日 美國首都華盛頓將舉行集會 大遊行和燭光悼念等活動 抗議25年來 中共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 呼籲解體中共 停止迫害法輪功 25年來 國際社會對法輪功的聲援不斷 今年6月25日 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法輪功保護法案》 法輪功是以真善忍為原則的 佛家身心修煉功法 包括五套功法動作 去病健身效果神奇 1992年5月 由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大師 從長春傳出 廣受民眾的歡迎 1999年前 中共公安部內部統計 法輪功學員人數達到7000萬 超過當時的中共黨員人數 並且中共政府軍方黨員中 有很多人修煉法輪功 國際社會的市民 妻活動 變成的 通常 自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